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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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们《S Judy》的嘉宾有 Jackeline 还有Kelly 佳音 还有Youner 你们好 大家好 新节目在那个新的时段做了 有没有一点点压力 其实我觉得没有压力 因为我从第一天开始做的时候 每一段过了一年 两年之后 他们都会跟我说 可能会被人换过去翡翠台 其实我已经等了九年 所以我觉得蛮好 终于来了 对于我来说是蛮有压力的 因为我做演员的时候 我觉得剧本空气都蛮好 但是原来做主持人的对白不是很容易讲 然后我也不是 也不是对白 口才不是很好的 所以都会有压力 然后一两个星期之后 就听说我们就会在翡翠台爆破 然后我更有压力 然后大师很幸运 就是我的其他的主持人 他们很好 因为我会回家 我会重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我就看到 Yunis是做得很好的 因为他好像是说话很轻松 但是他说话很清楚 所以在他身边我也觉得蛮舒服的 那你们两位呢 我觉得没什么压力的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蛮轻松的 对 因为这个节目就真的好像 一群姐妹在聊天 在分享 所以就没有那种做节目的 压力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挺开心的 对 Yunis 我也觉得蛮轻松的 一开始就是有一点点的紧张 但是之后我发现大家都是说 平常女生会说的话题 所以就还可以了 新的时段里面呢 有没有一些新的项目里面 可以介绍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近次最不同的是 我们多了很多的外景 因为之前很多都是在场里面拍的 但是既因为我们要拍很多 很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出了很多的外景 譬如说我们近次有超级食物 就是说我们敲纸食物 然后就对身体很好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会很紧张 自己的身体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蛮好的 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环节 是我们自己主持人教化妆 那我也有一起教 那其实这个都蛮突破 我觉得 因为很少在电视台的节目 会自己主持人教一晚 一晚都是请一些化妆师 专家来教的 所以现在就继续来 继续来 对 其实我觉得包裕妆 我们不不用做运动了 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有很多主持人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 比如说比本来运动很厉害的 运动它就主力做运动 那我们就很开心 对 因为之前就是 建制是说 运动你做得太差了 太辛苦了 我们想看到 希望你不用再做 这三年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做 其实我们做的运动很简单 但是它看起来很简单 我很记得我刚进入姐妹桃的时候 我跟她一起做运动 然后她做完之后很痛 就是要吃药 吃了两天的药 才可以舒服一点 对 很痛 还没有想吃吗 没事 你还好吗 她的心裁是天生的 对 她不足以运动那么漂亮 对 谢谢 你们在节目里面 最难忘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 最难忘当然就是我们坐的 这个宝宝的椅子 因为就是从一开始 她已经陪着我了 所以我其实跟她已经很熟了 但是很多嘉宾跟她真的很陌生 有一些嘉宾就是坐上去的腿 不能垫地 对 不知要怎样放腿 对 他们坐得有一点危险 那我想问 你坐得舒服吗 舒服还可以 因为她的腿很强 对 我们坐得很辛苦 很辛苦 我们不是坐 屁股很痛的 我们是那个屁股扔在那个椅子的旁边 就是脚要用很 对 一撑出去 给力 因为她是真的坐 我们只是在旁边这样 对 床子 自己站起来 我记得站起来 你们已经很好了 以前Ada是站起来的 还有阴暗开朗 是不是很多嘉宾之前也说 你们讲的话很厉害 对 因为一开始我们节目的风格不一样 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什么都可以讲的 对 所以我发现 大到嘉宾 下的嘉宾也不过来了 我们后来也受了一个通知 就是嘉宾的惊喜人都说 如果你们的风格不变的话 我们就不来了 我对嘉宾说的最差的一句 应该是她腿很粗 不要穿短裙 这个会很伤心的 不要说 这个会很伤心的 不要说 因为我们觉得是开玩笑 但是嘉宾也觉得太认真了 这个是错话 一天你们开工的时间 是不是每一天都有人吵 对 对 现在已经好了一点 因为之前我们的场比较大一点 我们可以在后面不停在缩小 现在因为我们的地方小了 所以人多了 所以没有 我们不能够说话太大声 可是还是很吵 比如说我在拍的时候 那些工作人员常常 然后还是要吵 你很吵 真的很吵 你听不见 还在吵 说了大概五 六次 好了 终于安静了 可以开始了 各位 是啊 你们谈的哪一些比较多一点点 哪一个话题 应该是 谈什么 我们什么都谈 对啊 减肥啊 男生啊 男生 你说什么男生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男生好看 还有我们谈的时候 不是更对白的 真的是他们每个人的 自己的真正的感觉 是啊 所以看姐妹头的时候 都会更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 你们现在应该很熟的 对 所以应该知道他们 你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你们之间最爱美是哪一位 宝宜 宝宜 为什么是她 她每一分钟都在补妆 对 不停在补 是不是有一个化名 对 她的化名叫 张补妆 不是 因为 广东话是 就用宝宜 就用补妆 是很接近的广东话 对 我叫她薄薄的 因为她不停叫薄薄 对 工作人员都叫她 宝庄 过来 补妆 过来 对 哪一位最爱吃东西 最爱学 应该是她 爱学吧 对 她学 因为她之前试过 有一次拍《外景》 就是她太想要吃冰淇淋 但是冰淇淋不是她要吃的 但是她要吃 对 她藏了 藏了另外一个主持人的冰淇淋来吃 是 你可以想象 其实冰淇淋很不容易跟别人分享 对 分享是很难的一想象 她会一起分享 我真的很 应该太爱吃了 对 还有她呢 我也很喜欢吃 零食 因为那个姐妹她 那个露营船旁边 总是有一个桌子上面 很多食物 零食 浮片那些 我一看见我就吃个不停 有时候吃的就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但是有没有减肥的一些方法 减肥就是睡觉 对 多睡一点就会 她天生地质就会瘦肉 是 你睡的时间就不会吃了 对 所以就可以瘦一点 哪一位最爱说那个是非 是非在这边 因为她是是非金 对 是非金 对 是不是 她知道每一个娱乐的新闻 我们问她什么 她都知道了 因为她是娱乐新闻台的主播 然后她每天都吃饭 很努力 就各大媒体的娱乐新闻台 她都会翻 然后就说 然后她什么都不知道 对 我也认识 她是什么 她是谁 她常常问我 对 谁结婚了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分手也不知道 她全都知道 不知道 是非 应该是 自讯 自信 八卦 对不对 对 八卦 不是三八 不是三八 对 三八 有什么分别 她不错 她不错 她的动作 因为做 对 对 你们小心一点 对 我们的秘密不会跟她说的 告诉我 秘密不会跟她说的 那最后问问你们 有没有一些信愿 在那个节目方面 有一些新的项目 你自己想发 可以放在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之前都有 但是今次没有了 就是玄学的 就是风水 对 星座 星座之类的 因为之前我们每一次 有一个师傅过来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问很多东西 对 我们之前所有的主持人结婚 都是问师傅的 真的吗 怎么办 现在没有 Kellie 很担心 Kellie没有 有 没有 可你今天说真的是 对 因为之前很多的伙伴 他们都常常问 这个男生好不好 结婚什么时候 真的有 真的有 有 厉害 有 可以把一些什么 可以吹往桃花 对 你是不是自己用 对 当然有 这个方法 你这我电话里面 有多小个师傅 介绍给我 因为我记得他跟我说 原来就是垃圾桶 不可以放在床的旁边 对 然后他的身体就不好 对 然后都是从节目里面知道 对 可以放在里面 对 我也希望这个部分可以再重来 对 因为平行之前我们上一集 有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个师傅一下班 我们都追着他来 他没有下班的时间 对 他的姐妹他下班才是他正真上班的开始 对 我们都要问他 他就是免费 你知道吗 他在午餐的时候就是刷他 对 师傅 怎么样 我的桃花怎么样 对 你不用了现在 对不对 没有结婚 还没结婚 对 还没结 你知道吗 对 结婚了以后 也有很多东西 对 对 当你和Kelly 你是不是有一个想法 是在那个网路上面 是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在一个部分 也可以照照很多人 怎样可以在网路上面多一些表达自己 比如说我呢 其实很多人跟我说 你就是煮菜 做什么 你都要放上网路上面给人家看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蛮有经验的 你很有经验 发展很多派 是的 然后我可以多一些分享 是 今天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我们的节目成功 好 谢谢 谢谢